我現在可以不握手 都要很小心 可以握手嗎 握握握握握 來來來來 可以啦 謝謝 跟來採訪的記者握手 國民黨立委真正前沒想到 這個動作會被投訴性騷擾 那天其實黨團的一個媒體參訊 那我們跟所有的媒體都握了手 然後來的時候握手 走的時候也都握手 所以我也不曉得 到底情況是怎麼樣子 握手握出問題的關鍵 就是由男記者指控 在某場參會上遇上真正前 兩人握手一握就是15秒 但對方突然摳手掌心 讓他覺得不舒服 因此向國民黨申訴 否認自己心騷 但問題就出在黨的姓平調查 被申訴人炮轟吃案 國民黨二十一號發出新聞稿 公布結案結果 其中這一案稱 彼此都同意 可以到此為止 願意簽字結案 這場申訴人不能接受 透過律師表示 當時事件說明的報告 文字看起來怪怪的 自己根本沒有簽名 結果黨中央就發新聞稿 質疑想吃案 除了調查以外 還有調節 還在處理當中 沒有吃案的問題 握手其實我們也 握了幾十年了 然後也都從來沒有發生過 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也是覺得 還滿 不能夠理解的 國民黨的結案報告 顯然還有不完善之處 華視新聞 張蓮浩 簡宏旗 SNU小組 台北新竹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 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站起來